接着我们介绍捕捉工具的使用 首先找到组工具栏上捕捉开关的位置 单击鼠标左键即可激活它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工具菜单里面的 删割和捕捉命令底下的捕捉开关子命令 快速键是S键点击解渴激活 在捕捉开关上呢我们可以切换2D捕捉 2.5D跟3D的捕捉 首先呢我们在捕捉之前 我们要在按钮上单击鼠标右键 打开三格和捕捉设置的一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呢我们同样可以在工具菜单里面 找到三格和捕捉命令底下的 三格和捕捉设置指命令点击一样可以打开 三格和捕捉设置的对话框 另外呢在捕捉这个面板里面所设置的内容 我们一样可以找到组工具栏上空白的位置 单击鼠标右键点击打开捕捉的一个控制面板 这个面板呢跟我们上面所控制的这些项目呢都是对应的 在捕捉项目底下呢我们可以针对标准的跟Nervous的两者来切换 首先介绍我们顶点的捕捉 点击勾选之后我们发现捕捉面板上捕捉到顶点的切换按钮也被激活了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它在画面中移动到适合的位置 然后呢将画面中这个方形的盒子F3键切换成线框的显示 假设我们要在这个盒子中间呢做一个斜角的横隔板的话呢 我们利用顶点的捕捉就可以来制作 找到创建面板里面的图形 切换到样条线的一个绘制 我们在画面当中呢只要鼠标靠近到我们设置好的捕捉顶点 鼠标呢就会出现一个淡蓝色的一个十字叉 表示我们捕捉到了现在顶点的位置 点击鼠标创建我们的样条线 闭合之后呢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我们现在是在三度空间的地方呢进行捕捉顶点 同样的捕捉工具设置呢我们如果切换到2D的捕捉 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只有我们在平面上面的顶点呢才会被我们捕捉到 另外2.5D的捕捉呢比较特殊 它同样可以在三度空间里面捕捉到点 但是如果我们绘制出图形的时候呢 它会从三度空间呢落到我们的平面上 好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同样创造样条线 点击顶点做绘制 点击闭合样条线 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 2.5D的这个捕捉呢 虽然我们是在三度空间里面做绘制 但是我们只要调整角度之后就会发现 绘制好的这个举形呢 是落在我们的平面上 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捕捉设置呢 来创造一个长宽高都等同于一个三格的立方体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将2.5D的捕捉呢 切换到3D的捕捉 然后呢我们在捕捉设置里面 顶点取消 设置到三格点的捕捉 这时候呢我们如果使用变换工具 会发现呢捕捉点都落在三格点上 现在呢我们在使用几何体 长方体中的创造呢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创建出一个长宽高都相同的一个立方体 F3键切换到实体的模式来观看 捕捉也可以基于物体的移动旋转还有缩放这些变换工具 比如说呢我们要在三格点上面对物体做移动的话 使用移动工具打开捕捉的开关 右键点击打开三格和捕捉设置 将三格点的捕捉呢勾选起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三格点上来移动物体 好每次移动呢都是基于三格点的一个移动方法 另外在我们对物体做旋转的操作时候呢 我们常常没有办法一次就旋转到位 比如说我们在XO想要让它旋转到90度 但是往往都会有小数点的产生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打开角度捕捉的一个开关 点击激活之后呢我们要右键 在三格捕捉设置的选项面板里面呢 控制它角度的一个变换 比如说呢我们现在要旋转90度 就直接输入90度按下回车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动一次鼠标呢 一下就旋转90度非常的方便 另外呢角度捕捉开关 我们也可以在工具的菜单底下 找到三格和捕捉命令底下的指命令 角度捕捉开关的一个切换 我们在对场景中的物体做缩放变换的时候 同样可以搭配主工具栏上的 百分比捕捉切换的按钮 点击激活它 右键点击打开三格捕捉设置的选项面板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百分比这一项呢 设置一下我们需要的数值 比如说百分之百设置好之后 记得回车 现在呢我们不管在任意轴向 一次拖动鼠标呢 都是让它缩放百分之百 增长一倍的一个量 这个工具呢我们同样可以在工具菜单里面 找到三格捕捉指命令底下的百分比捕捉切换 那快速键呢是shift加control加p键 有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